為什麼同一雙的高跟鞋裡面 它 同一個品牌 它會被歸類在黑板 我要告訴你們 Hello 大家好 我是KIMIKO 今天呢 我想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我的貓來了 No 是金瓶品牌的高跟鞋夢幻鞋款 到底值不值得買 到底好不好穿 到底好不好搭配 以上呢 是我個人的誠實分享 所以品牌拜託不要看 因為我今天要真心化 我冒險 首先第一名呢 就是最近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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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的 Jimmy Choo 好吧 我覺得 就直接拿出 女生心中的 夢幻款式 這也是我心中的夢幻款式 那 現在跟大家簡略的介紹好了 第一個 來來來 我這樣看好了 現在亮片有沒有在散 這真的沒有做效果 我們沒有打任何的光 它本身的亮片的質感就是這麼的好 然後再來的是呢 我覺得 Jimmy Choo 我緊張什麼 Jimmy Choo的鞋款 高跟鞋 有一個 就連我的貓都喜歡 你有沒有聽到大哥說 對 我每說一句他就會說 對 為什麼 第一個 我不得不說 高跟鞋 都沒有好穿的 如果 你要想要 好好的駕馭高跟鞋 你的核心就要很好 所以很多女生很喜歡在IG 發問說 請我推薦好穿的高跟鞋 你看大斗都說對 就是 你怎麼 先關掉 1 如果你沒有核心 非常強壯的女生來講 高跟鞋 其實真的 只要穿超過 我們也不用講 久 大概超過一個小時 不管你是站著 坐著 或者是 你需要一直活動 或是在原地不動 它就是會讓你的腳 呈現一個 不是太舒服的狀態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是要在一個 不是太舒服的範圍裡面 盡可能的挑選出 讓你的腳趾頭 不會那麼痛苦 而且最重要的是美 所以我們今天所有的 紅黑板 紅 就是美 黑 就是痛 而且還不美 那 Jimmy 2的高跟鞋 我會個人 以KK個人 我165公分 可以跟大家講一些我的身體命吧 好了 我165公分 55公斤 然後 腿的長度呢 以我的身高來講的話 我 黃金比例這樣除法算下來是0.6 我的腿大概在你的身體的0.6% 那 這樣子的比例來講 我會選擇 老師 嗨 是60% 不是0.6% 0.6% 是我的腿只有 奈米長 哈哈哈 所以如果你是跟我一樣奈米腿的 哈哈哈 不知道是要口誤 所以 大概在身體的 60% 黃金比例 黃金奈米比例 oh my god 好 對不起 我的錯 所以呢 如果你跟我是差不多一樣的比例的話呢 這個就請上網查啦 就是黃金 黃金比例有一個公式計算 我就會建議你挑他的10公分款式 因為呢 這個10公分的高度啊 第一個 是Jimmy 2的鞋款裡面最經典的高度 因為呢 周先生本人覺得 女生 就是在這個4寸的高度啊 看起來是最優雅的狀態 設計師說的 好 然後再來的是啊 他的尖頭 好囉 你們注意看 因為 還是一樣以我個人來講 我是屬於歐龜的腳 什麼叫歐龜的腳呢 就是你的腳板啊 是屬於窄的 然後又是傳說中的希臘腳 大家可以上網找一下 什麼叫希臘腳 就是前三隻指頭 比較長 那以這樣子的條件下來說呢 我覺得他們家的肩頭膏 跟鞋 對我穿起來 這樣的腳型穿起來呢 是相對舒服 然後 也看起來是 腳踝最纖細的狀態 好 那我們接著聊下去 我拿出這雙呢 並不是因為他在紅磅 他的確 對他紅色的 可是他是碰在紅磅裡面 那為什麼呢 好 大家其實對這個牌子也很熟悉 對是跟剛剛同樣一個品牌 那今天我會跟大家 劃分出這個範圍 就是所有的高跟鞋 盡可能都是在9.5公分到10公分 就是所謂的4吋高跟鞋的這個範圍裡面 下去跟大家分析 為什麼 一樣是10公分的Range裡面 他是好穿的 他是看起來更好搭配的 他是CP值夠好的 那以這幾個條件下去 跟大家分析 我的個人感受 好 你們一樣看到 這雙Jimmy Chu大概已經快10年了 這樣有沒有很久 我在鏡頭前的你們一定覺得說 哇 而且你們要知道 他是PVC的材質 所以呢 你們現在看到 他有一點霧霧的對不對 那叫灰塵 他不是氧化 我必須要跟你們說 就是以這樣子的高跟鞋 價位的區間 大概在 為什麼我會第一雙鞋 就是以高價位的高跟鞋來講呢 他是屬於大概在 一萬五到 兩三萬之間 這個範圍 你就可以找到 非常好看 可以穿很久的款式 我以這雙為例好了 那個時候我 在紐約買這雙的 大概兩萬出頭 好 我拿一雙一樣是紅色 然後雞皮 然後他是平價品牌 這雙大概是兩年多 好你們這樣子看 有沒有看得出來他的PVC材質的部分 的差異 看得出來嗎 幫手看得出來嗎 不是很明顯 那你把近一點 讓大家看 看得出來了嗎 看得出什麼差別 左邊的 比較 好 你是說PVC材質的好嗎 對看起來 他的 質感 好喔 就是這兩雙啊 我必須講這雙 因為這雙已經快十年了嘛 然後這雙兩年多 然後 這雙穿的頻率比較高 這雙穿的頻率反而比較低 然後以第一個就是割腳的程度呢 第一個 因為他的旁邊都有皮 包覆起來 所以他不太割腳 好那我知道大家會覺得說 款式不一樣不能這樣比 然後再來是這兩雙都是10公分 跟雞皮 你們會發現 他的PVC材質的部分已經氧化到不行 那以這兩雙來相較之下呢 你們就會發現 有些時候我們會說一分錢一分貨 他其實是有道理的 那接下來呢 我就會以舒適度這一點來告訴大家 因為 好 因為他們 兩雙啊 如果說一樣都是尖頭來講的話呢 你們仔細看一下 然後10公分 好 兩雙的高度是一樣的 我把它對比 這樣子有沒有對齊 跟有沒有對齊 有嗎 嗯 好 然後弧形有沒有對齊到 你有沒有發現差異在哪裡 角度 角度 好聰明喔 是的 我覺得啊 有些時候鞋子呢 他有一些很細節的部分 然後他會影響到你的穿著的舒適度感 就是在那個腳窩的弧度 那這個部分啊 我會覺得他真的是 怪不得某一些大品牌 他的定價會在那麼高的原因 因為他這些弧度啊 還有他的材質的這種細節度 真的掌控的非常好 所以然後以如果說穿著的年限來講啊 如果好好的保護這雙高跟鞋 其實他是真的可以陪你走很長遠的一條路的 那最後提醒大家 譬如說像這個好穿的高跟鞋啊 我還是都會去把它加底 沒有看到 我每一雙高跟鞋都會去加底 除了保護高跟鞋自己本身以外呢 也是保護我本人 因為如果沒有加底的高跟鞋 就比較容易 譬如說可能天雨露滑就會打滑 然後他的使用秀面也會被鎖短 所以跟大家就是 這是我個人的一個習慣 就是只要是高跟鞋買了之後呢 我就會大概先穿著一天 然後先試試看自己的腳在裡面 撐出一個型的之後 我就會送去加底 為什麼這雙鞋我會把它歸類在 你必須要先花錢買教訓 因為第一個台灣好像沒有代理 所以然後有一些有進的select shop的款式 又沒有那麼齊全 所以通常這個牌子 你都會在一些比較大的電商 國外的電商才買得到 那我個人呢 平常其實是穿 Europe 36 就是公分數的話是 23公分 給大家參考 那高跟鞋 我通常就要穿到 UK的3 大一點是3.5 可是因為再次跟大家 就是複習 我的腳是歐龜的 是比較窄版 所以我沒有辦法size up 我通常呢 如果買高跟鞋 會選regular size 或者是size down 因為這樣子其實比如說像這種雞皮 或是真皮 穿久的會比較鬆一點 我的腳就會剛剛好 那他們家的高跟鞋呢 我買Europe 36 都太大 而且我覺得因為他的鞋跟設計 比較後面的關係 然後再加上他的後面 因為他為了要做這個尖尖 穿起來真的很美 但是很可惜的是 他的鞋跟這邊的設計 我覺得有一點點問題 所以你在穿他的時候呢 鞋子永遠都會離開你 我一開始的時候呢 是先從兩鞋入手的 然後我就不信鞋嘛 我想說好不好 那我再買小半號 而且是包鞋 那包鞋他的範圍比較廣 包的緊緊的 你總是不會再跟我分開了吧 結果沒有 他還是 只要我走路他就會離開我 然後你們可以看喔 就是在包鞋裡面 我已經放了前點 然後中間也放了就是腳底墊 可是我就是不管怎麼樣 然後鞋底也加了就是鞋了 鞋底直滑了 不管怎麼樣穿 他就是沒有辦法 牢牢的貼附在我的腳上 然後再加上他的 鞋頭的部分啊 我覺得他的鞋頭的部分 跟他的鞋尖 這個的比例也有一些微妙的 可能就是沒有那麼適合我這種歐龜的腳 所以如果你是屬於比較雅龜的腳 就是腳踝 那個腳的鞋頭比較寬一點的人 其實你可以留言跟我分享 因為如果你跟我一樣是歐龜的腳 就是就可以放棄這個鞋塊 雖然他很好看 可是我現在呢 我還留下他的方式 就是我只能夠在那種拍照 你不用走路 你就是定臉停著 然後拍美照的工作 裡面還可以穿他 但是只要是那種活動啊 就是你需要行走的部分呢 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依我你知道 核心算強壯 腳趾又很有力 整個人是有一個你知道很 能夠就是已經很習慣 怎麼駕馭高跟鞋的人啊 我每次穿他都很害怕 而且還有一次是因為實在是沒有辦法 就想說說那就有一個工作 至少他是坐著 不會淡起來走太多路 一樣就是連坐著穿他 我的腳都沒有太舒服 我那一次的工作 讓我回來小腿肚大概痛了兩三天 都是成了一個重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他是在這個10公分的範圍裡面呢 第一個他的顏色雖然好搭配 然後他的設計有一個你知道 大概會讓他印象深刻 然後也會讓你的腳是漂亮的 可是他的舒適度 算是目前如果在同等的價位裡面呢 你會稍微就是想到價錢 然後再想到不能就是常常穿著的那種 你知道裡裡外外的痛 會讓你覺得就是比較捨不得一點 然後接下來呢 就要跟大家推薦的這個鞋款啊 我只能說他是一紅一黑 好為什麼呢 你們對他一定不陌生 你們有沒有看到他的logo是什麼 來大聲唸給大家聽 鳳梨 是的 沒有我的牌子啊 是我個人的愛牌 就是 不是因為他的logo是鳳梨 雖然當初我是因為我就想說 怎麼會有一雙高跟鞋 既然是我喜歡的樣子 然後他的logo卻又是我的最愛 就我覺得這設計師真有品味 跟我一樣喜歡金鳳梨 然後 我那個時候啊 在一開始觀望這個高跟鞋的時候 我也是從 就是兩鞋入款 然後入手 不是入款 然後再接下來呢 是包鞋 那 這兩雙的價位呢 我必須跟大家很誠實的講 就是這雙 目前是他跟Jimmy True的那個兩片鞋 也是差不多 比較偏高 就是大概近三萬左右 然後 我先講 你們會以為說 黑的是他 紅的是這雙金粉 No 紅綁是這雙 我覺得如果現在 像譬如說 最近有要挑 這一雙其實是我去年 在出KIMIKO的女性日常美太這本書的時候 買來當作就是宣傳服的搭配 然後也非常多女生問我 然後我很意外的是很多女生 很想找他來當婚鞋 我蠻推薦的 好先讓你們看 來有沒有看到鑽在閃亮 有沒有亮 好第一個呢 為什麼我會推薦他 因為他在10公分的 就是高度裡面 他真的非常好走 然後 我穿著他 大概 記者會有站了大概兩個多小時 然後還有去接活動 所以說去年 我在買的時候 雖然有點 就是要咬牙 因為很貴 然後又沒有折扣 可是呢 因為他真的陪我爭戰了 非常多大大小小的活動 所以我覺得他 第一個 他真的是一個很棒的戰友 然後他幫我 就是 但是我雖然花了一筆錢買他 可是他都幫我把 你知道 就是 這一些 他幫我 找到了更多的好夥伴跟工作 所以我覺得他是我的好戰友 那接下來就要 威威到來 我這個好戰友的優點 就是大家有看到 後面是不是有這個鑽 那這個鑽通常呢 我會跟大家分享 我很喜歡高跟鞋上面有鑽 可是也很害怕 高跟鞋上面有鑽 為什麼 因為像這種 第一個 你很害怕他掉鑽 如果他沒有鑲嵌的太好 他就很有可能 就是你只要 哪一天突然檢查的時候 發現你少一顆鑽 你就會很心痛 然後雖然可能別人 不一定會看到 可是你就是知道 然後再來的是呢 通常 他在鑲鑽的地方 的這個設計啊 就會勾到你的褲腳 或者是裙板 然後你很心愛的衣服 如果被高跟鞋 就是勾出那種脫線的部分 你也會就是很生氣 我個人是對於這種小細節很在意的 那再來 因為他是斷面的材質 所以呢 斷面的材質最害怕就是 髒了之後很難清 那我覺得他這一雙的優勢就是 第一個 他已經 他真的去年一整年 我使用度到幾乎 有兩個月是天天穿搭 然後你們注意看喔 他現在有一點點髒 可是沒有髒到那麼誇張 他是真的 就是還陪著我在高鐵狂奔 然後再來的是 他都沒有掉轉 他也沒有勾到我的任何裙子 跟我的褲子 然後最重要的是他的鞋跟的部分 我可能這樣近看 你們可以看到 有看得到我壓的感覺嗎 他的鞋跟其實有做一點點像氣墊那樣子的感覺 所以你在踩下去的時候 你穿很久的時候 你的腳跟不會有那種硬碰硬的不舒服感 反而是他會有一種軟彈的感覺 這是我目前在其他的精品高跟鞋裡面 沒有穿到的 所以這雙會被我歸類在紅吧 然後其實是第一名 他其實現在在我心中的地位 就是跟Jimmy Chu 大概不相 剛剛那個亮片鞋不相上下 那至於大家如果說 推不推薦就是婚鞋 我覺得可以喔 如果真的有心想要找一雙好穿的婚鞋 然後又顯得 就譬如說因為現在可能很多女生會流行那種短的婚紗 或者是比較帥氣的褲裝的婚紗 我真的大力推薦大家這雙 因為我覺得他真的可以陪你 你知道走很遠 或者是你在婚禮的當下 你後悔的時候 你要穿著他逃離 也跑得掉 因為他真的就是跑步 就是那 是侏羅紀公園那個影片喔 就是大家穿高跟鞋跑步 是那個嗎 是嗎 他應該也是可以 就如果你被恐龍追的話 他應該是跑得掉 然後接下來為什麼同一雙的高跟鞋裡面 他同一個品牌 他會被歸類在黑板 我要告訴你們 其實我是先認識他 然後我才開始喜歡這個品牌 那一樣喔 他是同一個品牌 我們就是大家快轉一下想一下剛剛的畫面 第一個 他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穿起來 真的 非常的 你知道 就是很細緻 會有一種 要怎麼說啊 就是那種好人家女孩的優雅感 就有一些涼鞋會讓你可能穿起來 是那種有一種蠟度的 或者是有一些 你知道就是 比較風情萬榮的感覺 可是這雙 我覺得他們家的品牌啊 很妙 他就穿起來會讓你散發出一種 好女孩的那種 大家閨秀感 就算是這種涼鞋的設計 可惜的是他的鞋跟的地方啊 就是鞋底 第一個他沒有像剛剛那雙包頭 白色高頭 有一點就是氣墊感 他是沒有的 可是 他的優勢就是 這雙真的是 我當初上節目介紹他的時候 我有跟大家分享 他真的是桃花鞋 就以他的這種 一字型的涼鞋的設計啊 然後還有他的這個金色 因為他其實是沒有那麼 他有一點霧金色的感覺 他真的是 只要穿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男生真的很喜歡這個款式 你有覺得嗎 為什麼男生那麼喜歡這一雙 以一個男生的心得發表一下意見 穿起來蠻性感的 穿起來蠻性感的 非常的簡潔有力 好 那既然是這樣 為什麼他被我歸類在黑板呢 來 讓你們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這個是什麼東西 他掀起來了 你們有沒有看到 一雙這樣子價格的高跟鞋啊 我必須說他的黏著度不是太好喔 而且他的穿著的次數並沒有剛剛那雙包鞋來得多 然後再來的是呢 而且他是兩邊都掉喔 然後都是掉這個 就是腳窩跟腳底接觸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這是設計上的問題 然後再來的是 他是金粉對不對 你們是不是覺得他的金粉很漂亮 來 讓我讓你們看一下 什麼叫天女散花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對 他就是傳說中那種 反走過 並留下痕跡的高跟鞋 就是 他曾經讓我有點尷尬 因為他會一直掉金粉 可能剛剛在畫面裡面 大家看不太出來那種天女散花 天女散花 金粉一直掉的感覺 但是這時候我們就會把同樣價位 喔沒有他高一點 這樣這雙也不便宜 就是如果以兩鞋來講 他大概也是快三萬塊 然後 以這樣子兩雙都是亮片來對比 你們就會發現 因為我覺得這樣比很公平 就是第一個 你發現他連鞋跟都有 然後再來的是呢 他們兩個啊 就是Jimmy Choo就是你這一雙真的 我已經穿了這麼多次囉 他就算我兩腳鼻子碰撞 他也不太會掉亮片 他上面是非常多的星星亮片 那他這樣的摩擦 我覺得品質相對的好 並沒有讓他就是譬如說有一個地方會缺口磨破 就是磨損 但是這一雙你們就可以看到 他就是已經 尤其我覺得有一些邊邊的部分啊 他就是亮片的確比較容易脫落 那當然我覺得在看 這個還是要看大家的穿著習慣啦 只是說如果這樣相較而言的話 以我算是一個走路已經不是太大落落的女生 然後又很小心翼翼的在把握東西 愛惜東西的來講 我會覺得比較可惜 就是以差不多的價位來講 他真的太容易掉了 而且是那種你平常在走路沒有碰撞的情況下 他的亮片就會一直掉 所以我其實也想過 還是男生一直看我 是因為一直發現我掉亮片 想說我自帶金光應該是仙女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 可是就是綜合剛剛 就是以上就是連同價位啊 然後還有就是穿著使用的舒適度 然後跟搭配度來講 我覺得他就會被我歸雷在黑榜 對忘了告訴大家 那當然還是在第一個他的設計 我覺得他的那個腳踝的設計真的 後來在穿的時候發現有一點太複雜了 所以如果你是腳脖子沒有那麼纖細的女生 他們家的這個 圍繞的腳踝的這種良鞋 我就不太推薦 因為他比較貼一點 所以你如果腳脖子是屬於不是那麼細長的人啊 你就不要慢慢的嘗試他們家的這樣子的鞋款 因為可能買回來你就會覺得有點後悔 那今天呢很開心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我自己心中對於我 就是這一些高跟鞋啊 有什麼樣子的感覺 那這都是我個人的使用體驗 每一雙高跟鞋其實對我來講都有一個很特別的特殊的意義在 因為他們都是我的戰友 那希望呢就是以後也可以多多分享這方面的心得給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這個類型的影片請留言告訴我 那也歡迎就是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那記得訂閱之後要開啟小鈴鐺 那所有今天這些高跟鞋的照片 你都可以在我個人的IG Dance Kimiko找到照片 所以如果你當初曾經是在我的IG發問想要看他的介紹的朋友們呢 這支影片就希望不要錯過 那大家希望我之後在KKTV拍什麼樣子的主題 你們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會當作參考意見的時間 就會拍更多的影片跟大家分享